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功夫器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王寻被桓翁用走马来试之 被誉为王左之才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这个王东庭啊就是王寻是王导的孙子 他呀被桓翁桓宣武被他收为主部就是秘书 继承吉有美誉 他们家呀这个承吉就是继承凭借祖先的这个福音 这个吉啊就是凭借的意思 他们家呀世家大祖有美誉 在外的这个名声非常好 人人都夸他 功甚于其人地为一府之望 这个功啊就是指桓翁 这桓翁啊既然把他收为自己的下属 对他寄予于厚望 这个人地呀就是人品和行为 桓翁就希望他 他的为人处事啊 能够成为我们整个桓府的表率 一府之望出见谢师仪而神色自若 就当初啊刚刚上班的时候 当时经验还不是很丰富 见谢谢啊就是接人带物 就是回答别人的提问 接人带物啊有失礼仪 就做的不是很妥当 但是这个人呢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神色自若坐上宾客 寄乡扁笑 就当时啊 这个桓府里的其他的宾客呀 就笑话他 说哎呀这个小伙子呀 就啥也不是 这个小伙子不行不行 公约不然观其情貌 必自不凡 无当是之 就是我看他的这个仪表呀 必定不是一个凡夫俗子 我一定找个机会 去测试一下他 后应月朝阁下府 后来呢 因为每个月开例会 月朝 这个底下的这帮人啊 每个月按照规定 都要在某一个时间点 一起来开例会 坐在这上班 阁下府 就是坐在啊 这个比较啊 靠下的这个位置 扒在那干活 公于内走马直 出突之 这个黄翁啊 就突然假装 他的马受惊了 就是从这个大厅的里面啊 突然骑个马 直接的跑到 这个王巡工作的地方 出突之 故意啊 去骚扰他 左右 接 当铺 哎呀 就大伙正在那干活 突然看见有一个人啊 骑马 跑过来 这个马受惊了 这个旁边的人啊 都吓坏了 东倒西歪的 溜的溜 倒的倒 一点样子都没有 而王不动 但是王巡啊 坐在那儿 一动也不动 非常的震惊 名价 于世 大众 这一下 他的名声和身价呀 从此以后 一下子就涨价了 就声名远扬啊 咸云 事工 辅气 大伙都说啊 王巡这个人啊 简直就是 桓文宁的 重要的 辅佐人才 然后 更标述完整的 解释原文 王巡 王东庭啊 曾经做 桓文桓宣武的 这个主部 这个官职 王巡这个人啊 本来就是 凭借祖先的福音 世家大族 而且啊 在外的名声 也非常好 桓文啊 就想让王巡 成为他 手下的 这帮大臣的 表率 当初 这个王巡 刚刚上班的时候 就第一次 进入到 桓府的时候啊 这个接人待物啊 有失礼仪 就不是很妥当 太紧张 但是呢 他的神情 表现得非常自然 一点不以为意 当时坐上的 其他的宾客呀 都耻笑他 哎呀 说这个小王呀 表现得 一点都不怎么样 但是桓文说呀 我不这样认为 我看他的仪表呀 一定不是 凡夫俗子 我找个机会啊 去测试一下他 后来有一次呢 每个月开例会 这个王巡啊 就过来上班 在这个桓府里 比较靠下的位置啊 扒在那工作 这个桓文啊 就故意 从桓府的里面啊 就出来 骑着一匹马 假装这个马 走近了 就直接骑到 王巡工作的地方 结果呀 这个左右的一帮 其他人啊 都吓坏了 跑的跑啊 倒的倒 一点样子都没有 但是王巡啊 坐在那儿 窥然不动 非常震惊 从此以后 他的名声和身价呀 一下子就被拔高了 为世人所重 大伙都说 王巡这个人啊 才是桓宫宁的 骨拱之才 最后再跟标书 完整的朗诵原文 王东廷为桓宣武主部 既成吉 有美誉 公圣于其人地 为一辅之望 出见谢诗仪 而神色自若 坐上宾客 既相贬笑 公曰不然 观其情茂 必字不凡 无当是之 后应月朝阁下府 公于内走马 直出突之 左右接荡谱 而王不动 名家于世大众 咸云 事功 俯弃也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未经许